首先我觉得很抱歉 今天的比赛没有拿下 也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就没办法去实现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计算术上面 包括我们的差距和不足 其实我们每天包括训练都在努力的去 想去调整和改变 从现在看来可能改变的不够好 也改变的不够快 但是我觉得我们队员都尽力了 11月1日晚 厦门白陆体育场 2024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区 预选赛小组赛 最后一轮 中国女足1比1战平韩国女足 一胜一步一平击四分 无法晋级到第三阶段 失去巴黎奥运会决赛圈参赛资格 赛后发布会谈到本场比赛 水晶霞表示 很抱歉今天的比赛没有拿下 但队员在今天表现出 很好的技战术水准和作风 队员真的尽力了 感谢他们 水晶霞说 内心来讲蛮难过的 也心疼他们从年初到现在 一直在奋斗 中国女足有过高光的时刻 看到了很多技战术上的差距和不足 赛后谈及自己的去留问题 中国女足主帅水晶霞表示 从成绩来讲 我们没有达到目标 但通过这些比赛 有更多年轻人得到了锻炼 看到了中国女足在精神之外 在技战术层面还可以做得更好 将来还可以在这些失败当中 找到我们的路 至于我的将来 现在不太好说 希望无论怎样 中国女足和这些姑娘们 都能越来越好 希望她们能够真正在足球场上 享受足球的快乐